微头条是今日头条旗下的一个业务板块 它类似于微博可以发布一些短文 最多2000字 只要开通了微头条收益 就可以赚钱了 单价不是固定的 与文章的长度 互动情况 观看时长等因素有关 如何写文章呢 我们可以通过AI来写 没什么难度 一篇文章也就1到2分钟时间 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 不到10分钟就一篇文章 一个号一天发5篇 上热门1到2篇也不难的 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注册一个今日头条账号 在手机端和电脑端操作都可以 注册之后先不要实名认证 等你的收益可以提现的时候 再去实名认证 以免浪费实名认证账号 在选择领域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选择法律类故事 和社会新闻类事件 因为这些事件大多数人比较感兴趣 可以引起共鸣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所有的账号都有权重 一些长期运营的账号 有长期稳定的权重 有稳定的流量 而新注册的账号 需要通过长期发布优质的文章 来提高账号的权重 这个过程相对较慢 刚开始能否坚持下来 完全取决于你的毅力和耐力 我们可以找一些金玉头条上 经常发布为头条的优秀作者 他们的内容如果与你的兴趣相似 平台也会不断推荐他们的文章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关键词搜索 比如法律故事 下面就会出现很多相似的内容 我们可以模仿这些优秀的同行 每天从他们发的为头条里面 选择一篇阅读量大的 根据内容用AI去写一篇 如果你关注了八个人 一人一篇也就是八篇了 足够用了 花费的时间也不长 每天报个两篇 收益稳定100家 想是问题 就是答案 行动起来吧 加油 公众号 假装很努力 各类全文攻略展示 加油